诸位信众 大家平安 今天 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出自岳武穆王敦伦真经 这段经文是 第一忠君爱民 为臣之要道 孝亲敬长 为子之本然 夫畅妇随 为人之大劫 胸有地功 大本克敦 彭良有益 人情有弊 人伦日用 体而为之 这段经文的意涵是 为人处事 能遵守道德伦理 之所分寸 何于规矩 就是理的展现 理 是指人的行为 符合规范 理序 而人 若能具备清净如水的智慧 就会懂得自治 自理 不需他人规定 我们心中 自有一套正确合理 符合天理良心的处事准则 孔子曾说过 克己 父礼 就是要我们 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 显现出清明的智慧 行为 自能符合理 待人处事 也能复归于理 孔子更进一步 提出理的具体实践是 非理勿视 非理勿听 非理勿言 非理勿动 不符合理节的 就不看 不听 不说 不做 如此自爱 自重 明辨是非 圆融处事 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 而人伦道德 正是人生必须遵守之礼节 岳武穆王在敦伦经中告诉我们 在君臣伦 是要能够在职场上忠于职责 而身为主管 也应当要有情有义 关怀 体恤下属 在亲子轮 孝顺双亲 敬重长辈 是子女晚辈 应尽的本分 在夫妇轮 夫妻要和睦相处 互信互亮 互敬互爱 在兄弟轮 兄弟姐妹 要有爱 手足间互相扶持依靠 度行做人的根本 敦厚 轮常之风 在朋友轮 结交易友 建立诚信 及互动良好的情谊 对彼此 都有很大的注意 我们若能在日常生活中细细体会 并努力实践伦理道德 那么言行举止 自然之所分寸 有所规范 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圆满和谐 期盼大家都能发扬善性 提升道德 保持心灵真诚美善 让我们的人生 社会都能更加和谐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